有一個時刻 當機械變得那麼盡量 你心裡那麼疼痛 你不能參加 你必須把你的身體放在機械 在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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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必須要停止 沒錯 那就是我 我叫做CC 每天都有一堆人會考慮 但其實他們根本就不在乎 你們覺得我很優先自在 但其實我的生活早到頭了 這絲滑美麗之中有一個是我 沒錯 你猜的沒錯 你這個視頻現在只是已經可以結束了 我跟朋友長 他有話要說 我叫做Chel 一年前 我去到泰國拍了視頻黑響 讓大多數人意識到了這個津津樂道的旅遊項目背後的故事 過去一年前 我們行走於世界的各個角落 邊旅行邊拯救世界 而一年之後 在斯里蘭卡 我希望再次把我自己的所見所聞 分享給大家 這次我們從北到南經過25天的旅程 跨過16座城市 尋找大象的足跡 你可能不知道 斯里蘭卡有全世界最多的亞洲巷 但他們人兵臨滅絕 數千年來 野生大象在這裡漫步 馴揚大象在歷史宗教文化中都扮演重要角色 我早就研究了那些只會說好話的旅行視頻 這次在斯里蘭卡 我們發現這邊的大象 他被對待的方式非常極端 一面奇妙到讓你心跳加速 而另一面真的讓人痛心 從這場出租三小時 就能到達Pinawala 這裡遊客不絕 一般來斯里蘭卡 要看大象都會選擇這裡著名的大象孤兒院 來給小象餵奶 給大象洗澡 他們覺得這些大象過得很好 然後自己花的錢會幫到這些大象孤兒 哇好酷啊 這不就是我黑象中推廣的理念嗎 但如果你有心網上一搜 就會發現各種負面信息 剛走到大門口 就有種不對勁的感覺 果然 這裡根本就已經不再是孤兒院 你認識這個地方嗎 在Pinawala 對 但是這個地方是好嗎 還是這是假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不好的地方 孤兒願意上世紀70年代成立 當時他們的確在幫助孤兒大象 不過40年後的今天 利益早就超過了舊值 從名字來看 這裡大象應該都是孤兒 會在長大後放回野外 但這裡沒有任何關於這些孤兒的信息和故事 沒有任何他們怎麼救美的孤兒 以及他們怎麼把他們放回野外的介紹和照片 這個名字就是在誤導 很棒的工夫 有些時候那些蟲子會進去大門口 但我不認為大門口是一個正確的想法 五個蟲子 今天早上去Pinawala 這早上去訓練 Pinawala 是由Pinawala的大門口 下面是孤兒院員工的一段採訪 所以我們不斷放回野外 所以我們不斷放回野外 因為這些人是在生命中 有些人生病 他們會不會生命 在生命中 他們會生命中 他們會生命中 他們生命中 所以我們不斷放回野外 小的大象生在这里 他们生在冒险 他们不懂得吃饭和饭 所以他们和母亲们生到这里 事实是 这里至少有一半也就是至少40头大象 并不来自于野外 它们永远不会被放回野外 很多宣传会介绍说 它们享受着各自的时光 Bullshit 享受在哪里 这些大象眼中看不出生命的喜悦和活力 像富人手一根长长的象钩 大象们会听从命令 甚至会排成一排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它们都被训过 在未来我们将训练一些东西 来与人们 所以我们必须从开始训练 看过我第一个视频都知道 大象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经历什么 而且被训过的大象如此熟悉人类 怎么再去放回野外 就像之前说的 它们根本就没有想过 要把它们放回野外 所以都是不屑 连接下来的小孩 都可以尽量尽 这些是鸡蛋 我们必须转换它们 但只要短时间 在那时候 它们会逐游地游戏 游客来的时候 他们被放入那一块小小的所谓自由之地 而等游客差不多走开之后 我们偷偷地来到了大象团圆的后院 在这里的大象是这样度过他们的一天的 我们发现大多数大象都被关在盆雾里 前后脚都会被锁住 刚才还在喂奶的小象也是同样的遭遇 当时我亲眼看到一头大象尝试挣脱自己的锁链 但可惜我动作不够快没有捕捉到这个镜头 而游客们最近惹到的就是这个画面 摆头大象河边洗澡 沿着河道建满了酒店和商店 但他们洗澡前很多都会被水下的锁链锁住 根本无法动拍 然后相夫不时会用相钩击打他们 让他们不要乱动 游客可以付钱拍照 所以喂奶洗澡就是作秀 我在拍摄过程中遇到一群国内过去的志愿者 其中这个女孩恰好是我的粉丝 这里并不是我想象中的国际公 拿着钩子然后钩着他下河 强迫他躺在河里然后让我们洗澡 可是第一天我就没有去 然后我们洗完澡过后他就上来 上来然后被两个外国人洗着走了 嗯没错实话实说 这里大象过得比大多斯里兰卡 甚至亚洲的传统大象也要好 但问题在于他们利用假象 谎言粉饰来刷大众的同情心 他们声称爱大象关心大象 让人相信这些大象都是孤儿 而且会被放回野外 事实却完全相反 可怕的是外国游客的票价 比本地人贵几十倍 访问的人都相信自己在支持孤儿院 这个概念 但这里只不过就是一个 用圈养大象刷同情心赚钱的地方 比起把大象的福利和关爱放在首位 现在这里更像是换了包装的动物园 把方便管理和利益放在了首位 大象这样的境遇 加上这里洗脑的宣传语 以及游客们满足的表情 真的让人生气 除非他们能有所改变 否则不推荐大家支持这样的地方 而在另一面 吴德瓦拉维地区的大象过渡之家 做的就更好一些 1995年由政府成立之后 代替孤儿院开始接纳孤儿和受伤大象 也就是说刚才提到的孤儿院 95年之后就已经不再是孤儿院 而是一个单纯的圈养大象 繁殖研究中心和景点 这里有每头孤儿像的信息 还给他们起了名字 还有教育中心 为了他们的健康成长 这里游客不能和大象互动和接触 每三个小时工作人员喂食一次 这也是游客唯一可以见到他们的时刻 大象喂食过后 会被放进后门直达 吴德瓦拉维国家公园的一个特殊区域 熟悉野生环境 未来会放生在国家公园 虽然有时工作人员也会靠机打 来控制这些大象 但他们使用的工具只是一根木条 大象脚上也没有锁链的痕迹 这里更值得点赞 那斯里兰卡看大象 或者说全世界看大象 到底怎么样最好 娱乐项目 动物园 野生动物园 庇护所 但最好的还是去野外 在斯里兰卡 除了去奇大象和所谓的大象孤儿院 如何以正确的姿势 近距离接触这种奇妙的生命 吴德瓦拉维的国家公园 位于斯里兰卡中部 数百头野生大象生活在这个宝物园 我很幸运遇到了 我这位子见过最大的象群 甚至比电视里看到的非洲象群还要大 而且还是野生的 在我身后有二十多头大象 这才是大象应该火的样子 在他们自此的积极力 自由自在 他们如此自由私逸 让人着迷 他们进食休息洗澡洗脑 没有锁链和束缚 不用被迫作秀和工作 我拍到的画面都可以直接投稿给动物世界好吗 春暖花开 斯里兰卡中部的草原 变成一片数大的自住餐厅 为了支撑如此巨大的身形 大象一天大多时间都在觅食 小象们也在一旁走来走去 躲在母亲那时刻 清醒的庞大身躯下 因为草原上总有那么些不自量力的挑战者 以及真正的威胁 美食享用完毕 向群仔母像首领的带领下走向大湖 一场自由的狂欢 一吐即发 都是我拍的好吧 看了这些画面 你再拉回之前孤儿院的画面 你来告诉我他们谁更快乐 一场的狂欢 一场的狂欢 我看了最多狂欢 近乎300-400狂欢 而在亚拉和威尔巴图国家公园 我们看到了花宝 在明莉莎 我们看到了世界上最大的动物 蓝鲸 一只成群的海豚 腐鲸等 整个斯利兰卡 充斥着各种各样的爬行动物 不如动物鸟类和昆虫 Unbelievable 而所有的这一切的经历 都是在 他在那里 他在睡 我宁愿花五小时在野外看一只活奔乱跳的动物 也不要花一小时看50只在牢笼枷锁下死骑沉沉的动物 但是就像我在视频最开始提到的另一面 随着人类用地扩张 人相冲突不断增加 因为他们在日常的距离 斯利兰卡平均每年有250头大象被人杀死 同时有50人被大象杀死 而在斯利兰卡最灾的动物园中 传统的大象表演还在继续 在著名景点狮子岩等其他地方都有齐大象的项目 另外大象是这里传统佛教文化的一部分 很多寺庙都圈养着自己的大象 听说政客也会捕捉小象送给寺院博取之池 大象经常被寺庙活动所使用 比如有着40年历史的Perahera 相府会牵着各自的大象 从全国各地来到会场圣装处死 比赛的冠军将会成为圣像并从佛教升起 在这些节日中 他们的工作时间通常在16个小时 有的甚至24小时不间断 一面人们保护着大象的家园和自由 而另一面人们囚禁大象 把他们当作牟利的工具 人像之间的冲突逐年增加 21世纪 人与相的关系将何去何从 我知道有人要说了 西大象的生活只能要比在野外好吧 是说他们不会被偷恋者杀死 不会被火车撞死 不会被村民杀死 What 让我来告诉你一个事实 大象在圈养条件下的繁殖率 和幼象存活率都极低 它们可能是唯一一种 在人类历史长河中 长期被奴役 却没有被选育和驯化的动物 大象和家畜狗猫不同 它们属于自然 为了训练它们 它们从小要遭受 我们无法想象的痛苦和禁锢 看过我第一部黑相的 相信都已经知道了 大象在自然环境下 属于一个家庭社会结构 复杂完善的象群 需要几十到几百平方公里的活动空间 同时需要被限制在几平方 甚至十几平方的空间内 而且大多时间都被锁住 不能动弹 而利益驱使从野外捕捉大象 也让大象的野外种群越来越小 有人又要说了 他想几千年来 都是这样被使用的 好吗 很正常 曾经没有极其没有科技 而且大象是保家卫国建设家园的英雄 但现在它们已经沦为了娱乐大众 为商人谋取暴力的奴隶 很正常 曾经奴隶只也很正常 人与象的关系至少四千年之前就已开始 它们曾经受到人类的敬仰和崇拜 而现在这位神被禁锢在这幅枷锁中 为了人们的娱乐和商人的敛财而被迫表演 研究显示 人们去动物园看大象 平均每人最多盯着大象看79.5秒 但为了你的这79秒 它们被永远禁锢在这幅枷锁中 对你来说 这是一棵树 还是木头 前者是生命 后者是商品 我们呼吸的空气 我们喝的水 我们行走的土壤 动物 植物 这些都是生命或能制造成命 而不是商品 生命是伟大的 万物皆是不同个体 但同时 万物又皆为一体 我们都是地球人 都是自然和宇宙的一部分 我们都坐在这个蓝色的 自己会飞速自转和公转的星球上 但我们连宇宙中的一小片尘埃都算不上 没人知道它源自哪里 又将于哪里结束 没人知道有多少神奇的力量支撑着我 做出这个视频 也没人知道有多少力量支撑着你们 握着手机看完这个视频 没有这一切 我们无法存在 在宇宙面前 我们的自大和我们的尺寸一样 可以直接忽略不计 如果大象会说话 他们一定会说 我想对C.C.和他的家人说 对不起 我们人类把你们给糟蹋了 你们是这个星球上最大最聪明的动物之一 你们正在受苦 正在消失 我会把这个故事分享给大家 让更多人在乎 而有人在乎 就会发生改变 我想做的事情很简单 改变在屏幕后面 看着这个视频的你 就算只是一点点 我也已经买的了 如果你们希望看到改变 就把这两部黑相 转发到你的朋友圈 你的微博 告诉你的朋友和家人 让更多人去了解和在乎 你 就是改变的一部分 I'll be free